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咱就连续几期从原著故事中盘点一下西游全妖综合战力排行榜 我呢从中先还选出了那么十位 我觉得比较能打的啊 咱先按原著的出场顺序 看看都有谁能入围 就提名了 第一位牛魔王 在原著第三回七大圣结拜时登场 第二位黄蜂怪 在原著第二十回唐僧师徒到黄丰岭登场 第三位红孩儿 在原著第四十回孤松剑火云洞登场 第四位青牛经 在原著第五十回金兜山登场 第五位蝎子经 在原著第五十五回西凉国独敌山登场 第六位九头城 在原著第六十二回唐僧师徒到济赛国登场 第七位黄梅 在原著第六十五回小雷音寺登场 第八位白眼魔君 这是我们童年阴影 在原著第七十三回黄花冠登场 第九位大鹏金赤 这位我之前讲过 在原著第七十四回师陀岭登场 第十位九龄元盛 在原著第八十九回天竹国御华州登场 你说这其中为啥没有六尔迷猴呢 翻天覆地也能跟悟空站个平手 就是因为我不想把它做成套 就那么一级 然后主观泛泛的 给大家一排个名字就结束了 我还是想把它讲成一个一个的故事 跟大家咱一起讨论 如果大家喜欢 别说六尔迷猴了 我还想讲女儿国 因为其实你们知道 女儿国才是取经团队这一路 最凶险的一旦 那今天咱先拿谁来开篇呢 金兜山独角寺 就是电视剧里面的青牛精 电视剧的形象肯定是错的 但是我能够理解他们这么做的原因 不然你在那个时代 很难跟没看过原著的广大观众解释 他不是一头青牛 而是一只上古神兽叫做四 这《山海经》记载 四载顺藏东 香水南 骑状如牛 苍黑一角 就是生活在顺地陵墓的东侧 栖息于香水以南 这家伙其实只是长得像牛 其本身是一只凶猛的锐兽 所以在西游记中 他有两种生肖 一种叫腰身 就是所谓的独角四大王 一种叫本相 就是一只特别普通的青牛 在太上老君出来救场之前 独角四都是以腰身示人 老君一出场 就变成一只普通的青牛 大家不觉得这里边有一点小心思吗 就是他从来都没有现过原形 你看这太上老君周围的这点亲信 两个童子下完 他怎么就变成金角银角了呢 在下面是妖怪 上去是童子 那这两位的原形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成金的 不知道 没漏过 所以西游记 为什么很长时间 都是禁数啊 就是 在位子上的时候 看上去全是道貌黯然 勤勤恳恳 背后扒了皮 都是为非作戴的妖魔鬼怪 这是不怕流氓撬尾吧 就怕流氓 有正经工作 话说唐僧师徒一路奔西 正欲十等马月 北风呼啸 万天风雪 悬崖绝壁间 山高路窄 人马难行 三藏马上俯身 艰难的迎着风雪 睁眼愿望 那山谷林间 也是白茫茫的一片 自己也是寒气露骨髓 冷风如刀鸽 好容易走到一块平坦之处 不想抬头 又是高山一族 老朱说师父 哎 你看 远处山坳间 有一座楼台防射 咱正好进去避避风雪呀 顺便画着斋饭 说不定家里 还有一位孤单寂寞的女尸主 悟空说 你快醒了吧 你个二货 这方圆百里 山石纵横 了无人言 凭空一座楼台 你不觉得奇怪吗 唐僧哆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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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 这一次我想 战老朱 猴子 你听我说 你可以啊 铜头铁壁 金刚不坏 寒暑不清 我 我这次漏 你看老沙 大鼻子都冻成冰流子了 为师这会儿也是饥寒交迫呀 好好好 悟空拉着唐僧 找到巨石避风处 又让八戒沙僧在一侧堆起行李 说是吧 龙身九子 一子为甚 就是那个海市甚楼的甚能 善能点化庄宅庭院 引得过路之人一气吞之 我看那宅院气色凶险 断不可入 我去给您弄点吃的 说话间掏出金箍棒 围着唐僧一众画了个圈圈 此圈有如铜墙铁壁 任凭豺浪妖魔 不敢谨慎 师父您听好了 只要不出圈 就一定没事 出了圈 必遭毒手 切记切记 说怕腾空而起 踏上金斗云 向南而去 这一等呢 就是半个多时辰 唐僧坐在圈中 身披假裳 面影风雪 瑟瑟发抖 急成路路 哎 老朱说师父 您真信那猴子的鬼话 林根烧火锅 地上画个圆 妖魔鬼怪就进不来了 他哪次见了妖怪 不是那句 五百年前大脑 天更的齐天大 您见过谁服过吗 妖怪怪怪 束手就擒 说大圣 这是您师父 小妖知错了 妄大圣恕罪 您见过一次吗 哪次不是我们兄弟三人一起 刀头填血 一关关杀出的血路 当然我承认 大师兄有本事 七十二遍 飞天顿地 火眼金睛 铜头铁臂 但这些本事 在他身上都是第二 那吹牛 他可是第一名 唐僧说 抱歉 为时实在是不堪风雪饥寒 那要不这样 你说 咱该怎么办 罗叔说 按我说 前面那户人家 咱就进去看看 若真有妖精 我跟沙师弟 也能拼死一战 保护师父 我看您再在这圈里坐着 就算不被妖精吃了 这一饥一寒 恐怕也会折了师父的性命 这唐僧浑身堵得僵硬 颤颤巍巍的起身说 那咱就别说了 咱就走着吧 就一八戒之言 过去看看再说 师徒向西顺着山路 踏着积雪 八戒来到宅院大门 这一看 我这家生斗门楼 好像还是个有钱有势的人家 八戒整理一山 刚一敲门 这门没锁 较无人硬 说师父 要不我先进去看看 可能人主人家在后院里烤火猫东呢 唐僧说 那你尽量客气点 别吓着人家 八戒进了前院 迎面就是 左中右三间厅堂 看四下无人 转过平门又是一院 左右穿堂中间 一个二层的小楼 有人吗 无人应声 推门进屋 四处查看 上了楼梯再到二层 一眼看到床上一具枯骨 哎呀 啊 不知道这主人家是何身份 堵死家中 无人收尸 这左右转转 一看 一张彩旗的桌子上 乱搭着几件锦绣的棉被心 就是那种 无锈的棉砍尖 说 哎呀 这是好东西啊 拿起来一看 正好三架 拎着就跑 出了院门说 师父 这家是个无主的亡灵之宅 沙之地 你先跟师父进来避避风雪 一众进院 八戒带着唐僧沙和尚 进了偏厅的小屋 虽无探火 那也比外边那风雪 那暖和多了 老朱伸手一套 说你看这是啥 正好三件棉被心 是吧 赶紧穿上遮蔽寒气 唐僧说 你怎么偷人家东西呢 老朱说 这家根本就没主人 楼上楼下就一具枯骨 不知道死了多久了 咱这不正好能用吗 而且你看这料子 这刺绣 安老朱自打被扁下凡间 就没穿过这么好的衣裳 说话间脱了外衣 往里一套 你看 正合身啊 而且穿上我跟牛哥说 老暖和了 唐僧说那也不行啊 有主没主 这都叫头 主价不知天地之 我说那行吧 那我穿一块就行吧 等大师兄回来 咱继续赶路 我就脱了黄人家 沙僧写了 看看唐僧只是无奈的闭眼念经 甩开大批 尴尬地说 要不我也穿一块 我他妈也是弄得过瘴啊 说话间 沙僧也脱了外套 穿上一件 左右转转 跟老朱互相看看 说这是挺难合 这挺难过 好像就是稍微有点紧啊 哎呀 怎么越来越紧呢 唐僧一惊左右 看看八戒沙僧 紫巴乱叫倒地挣扎 这怎么了这是 话音未落 整个大宅化为一座山洞 几位小妖出现 静止走到唐僧面前 唐僧未有惊慌 却是一脸尴尬 说我一会儿 要怎么跟猴子解释啊 低头看看八戒说 我他妈要是再信你 我他妈就是猪 走着吧 师徒三位加白马 一起为小妖 抬着面见大王 妖王在石椅上横躺半靠 小妖把唐僧八戒沙和尚 扔地上排成一排 妖王眼皮都不抬一下 开口就问 哪来的野和尚 大白天的偷东西啊 不会是西天取经的唐僧葬吧 都说吃了唐僧肉 不用多啊 就那么一小口 齿落腹生 白发浑黑 长生不老 我不去找你 你到自己送上门来了 怎么的 哪团外卖啊 你们还有只猴子呢 八戒一天赶紧接话说 我看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妖精 你可知我那大师兄正是那五百年 不就那养码头头的吗 八戒回头看看唐僧说 怎么样 我说唬不住人吗 话音未落 只听洞口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 妖精 俺老孙乃是五百年 哎呀 唐僧赶紧无脸挠头 妖王听到门外呼喊 却先问身边小妖 说 那胖横上怎么了 小妖赶紧行李 说回大王 我看他可能是太尴尬了 来得正好 你也先不用尴尬 一会儿还有更尴尬的 取我兵器来 妖王提着正二顶钢枪 带着八百妖兵雷鼓出营 这悟空此前呢 有山神土地引路 知道这金兜山洞 有一位独角似妖王 但是迎面见到这家伙 还是觉得长得凶仇无比 牛脸青面独角一只 还我师父 饶你不死 妖王说 你这坨猴还真是一点不讲道理呀 你师不师弟进我庄院 偷我三件小棉袄 人赃病祸 你说放就放 你给我闹呢 你至少得先跟我打一下吧 打赢二话不说放你师父 打书正好今天加餐 也让我尝尝猴脑的味道 猴子一听 卧槽 飞身一跃 当头一棒 要往举枪格挡 震得山石崩裂 悟空与独角似枪棒相交 大战五十回合 不分胜负 独角似边打边说 好不好 还真有点大闹天宫的本事 悟空一听这话 心中一知一二 边战边说 你既知我独占十万天兵 就别让身后一众小妖闲着了 一起上吧 妖王侧身一退 八百妖兵一拥而上 悟空抛出金箍棒 大喊一声 分 只见铁棒分身无数 有如飞蛇走猛一般 穿梭于众腰之间 独角似看准时机 掏出一只金环 向空中一跑 金环旋转飞铁 越转越大 犹如无底深渊 将千百条金箍棒分身 尽收其中 悟空突然两手空空 见妖王挺枪来刺 转身一跃 砰 腾空而去 这圆珠里面 悟空在这儿是哭了一通 也就是说 青牛精 这独角似 把悟空给打哭了 这大概也是猴子的可爱之处 本时是有的 牛逼要吹的 没人看见的时候 眼泪也是会流的 但是刚刚在跟独角似 打架的时候 这一对话 就知道 这肯定是上面有人 不是俺老孙干不过他 实在是他那宝圈 卡了八个 说话间来到南天门外 正好遇到广牧天王 就是那四大天王之一 持国增长广牧多文中的广牧天王 说 大圣河王 说 我找玉帝有点事 你在这干嘛 广牧也是一愣 说 对 我在这干嘛 嗨 我上班 我干嘛 你不也保着唐僧取经了吗 怎么有空过来 说嗨 崩提了 俩人就这么边走边聊 如此这般 广牧眼看快要到灵霄殿的时候 略有难色 说 大圣要见玉帝 最好还是卸一下装备 猴子脸刷一下通红 说 不瞒您是吧 你可别告诉别人 我那如意金箍棒 变得妖精多了 我这趟 他本来就是空手来的 从南天门到灵霄殿这一路挺热闹 也不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日子 迎面就遇到了马赵温官四元帅 马灵耀赵公铭温穷关羽 原著官二爷客创过西游记你受得了吗 这四位元帅同路闲聊 说这不大圣吗 上流事 广牧说在下面跟妖怪打架 棍儿丢了 说棍儿丢了 这四元帅还没好奇完呢 迎面又来了张道林 葛红 许京阳 邱红基 四位天师 那不远处后 还跟这一大堆什么南斗六四 北斗七元 乌乌扬扬 越居越多 说棍儿丢了 大圣棍儿丢了 哎 怎么了 这是怎么了 广牧天王就帮着悟空 纷纷所大 说孙大圣在下面跟妖怪互殴 把棍儿打丢了 这悟空实在是忍无可忍 你敢搁这儿逼一逼这儿没有用的 我 你妈 你他妈逼一逼 沙 悟空面见玉帝 说明情况 将至私之彻查天庭 说 也没发现哪位当职的正神不利 私自下凡呢 玉帝说 要不干脆这样吧 你在我这儿挑几个人 下去帮你下解擒腰不就得了吗 猴子一听 还有这种好事 轮到我带队下解降妖了 那你把哪吒给我就行 那小的手黑 悟空带着哪吒 身后跟着拖淌天王李靖 邓张两位雷公 火得兴军率领火部众神 水得兴军率领水部诸将 浩浩荡荡 返回金豆山 猴子门前一顿叫骂 要望提枪领兵再次出阵 门口一看 哎呦 这这这这搬救兵去了 这不李天王家老三吗 怎么着 这事跟你有关系啊 哪吒说 没关系啊 我就是来打架的 兽化剑 伸手飞出火箭枪 踏地腾空 脚下伸出风火轮 哪吒半空抓枪落刺 直触妖王面门 独角四挺枪格挡 炸出火光四箭 兵刃叮当作响 哪吒一转身 再伸双臂一手 两眼冒火 挥动斩妖剑 连劈带砍 要望眼花缭乱 不其分辨 哪吒又伸双臂一手 两眼忧黑 转动降魔杵 直到胸膛 一般劈头盖脸 转着圈的风杂门槛 魂天灵 乾坤圈 铁锈球 火箭枪 斩妖剑 七星刀 降魔杵 风火轮 妖王边退边喊 叮叮叮叮叮叮叮 二人兵器相互借力 各退一步 独角四说 小子 你年纪不大 玩得挺花呀 你大爷今天小刀拉屁股 让你开开眼 说话间掏出金环 抛向半空 嗡嗡作响 越转越大 一并将哪吒手中 兵器尽收其中 哪吒抬眼望了 金环犹如无底深渊 妖王再次挺枪来刺 哪吒转身就跑 两条戏团 扛着三只大脑袋 六条手臂来回顺拐 扫眉大眼的 跑回天王身边 这独角四收了金环 挺枪来追 天王见状 抽出宝剑 挥动领旗 正在迎战之际 便有三处神兵神将 同时施法 一时间水火飞灶 赤马奔腾滔满天 四海轻浮 水火无碍 纵横交错 电闪雷鸣 连皮妖众 妖王再出惊环 一瞬间将三部猪将 一切水火法器 尽收其中 妖王说 没用的 你们快回吧 任何什么法宝 兵器 我的圈圈可吞天地 我现在要回去 起火造饭 吃糖葱肉了 猴子以天王猪将 远远立在山头 一个个扫眉大眼 唉声叹气 大伙沉默半晌 猴子突然开口说话 说其实单论打架吧 那妖精绝对不是 俺老孙的对手 他弄来弄去 就那个圈圈厉害嘛 要是没有那圈圈 老孙赤手空拳 也能将其倾注 话音未落 雷公突然眼前一亮说 对啊大圣 唉 你不如去把那个圈圈 偷出来 雷公扫视主讲说 啊怎么样 对不对 若论着小偷小窝 这三界之内 除了大圣再无能者 想当年大闹天宫 偷攀桃 偷玉酒 偷龙肝奉随 偷老君金丹 那是何瞪的手段 悟空一脸娇羞 确实也不得不承认 自己有这本事 于是原地转身 画一苍蝇 栩栩随风 向妖精洞府飞去 这近洞化身小妖 见众妖刚刚饮酒欢 于醉的醉 睡的睡 只有零星几位 还在摇摇晃晃 便假模假式的过去 再敬两倍 等这几位也倒头睡去 悟空轻手轻脚的 东朝绕 西看看 始终不见金环 藏身何处 走着走着 进一片洞 放眼一看 遍地兵器 上面就挂着 自己的如意金箍棒 悟空抄起铁棒 再从脑后拔出一座毫毛 掐去念州 轻轻一吹 地上变出三五十只小猴 嘘 悟空指了指猪将兵器 指了指洞府大门 小猴一个个拿起兵器 轻手轻脚 排成一排 悄悄地向洞府门口走去 悟空一脚踹开大门 回身洞内 抡起铁棒 跃声飞气 大喊一声 朝妖王批来 独角四猛然惊醒 来不及取兵器 伸手一挡 正打在手腕上的金环 悟空见金环右线 怕再把兵器吸了去 于是边打边退 独角四追出洞口 李天王哪吒 雷神水火 早已各自拿回兵器 法器在洞外接应 悟空再一回身 中将一拥而上 双方还未接战 妖王再次驶出金圈 随着嗡嗡作响 又把一众兵器 统统收了去 哪吒说 我操 你这也太赖了吧 我们他们在这 给你卡bug呢 天王雷神连拉带车 又把哪吒拉回山头 天王跟悟空说 大喊 刚上天庭时 玉帝便以命思之 彻查各部 我等下界又不能敌 你不如西去问问 悟空双眼转动 说对呀 一个金斗 进去西天雷音 求助如来佛祖 咱们简短节说 如来又派出十八罗汉 各支金南沙助阵 又是未经大斗 卷起沙尘 被妖王用金镯收走 直到此刻 降龙伏虎才说 说我们出来的时候 佛祖早已暗中吩咐 唯有请到太上老君 方可收服妖王独角寺 这个气势有点 你说如来佛祖 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悟空 非得让这十八罗汉 跟着白王回一趟 再让底下人传话 这有什么深意 悟空再去兜率公 见了台上老君 果然负责看牛的童子 务实了一颗仙丹 连睡七天 说你可真行啊 但是悟空赶紧好奇的大话说 说既是老君自家的坐骑 那那妖精拿出来的金圈 可惜万物 那是什么东西啊 老君说那东西你熟啊 就是当年你大闹天宫时 用来想你的金刚镯 悟空摸头说 卧槽 原来是那东西啊 你说为什么我们喜欢悟空呢 本性率真 有情有义 能力强 叛逆但又很有责任心 你知道他内心单纯 却又很想融入社会 狠起来是真狠 可平时有些小动作 他又很贱 援助啊 这一段特别有意思 这不是领着老君回了金东山吗 猴子知道啊 这一难到这里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这门前再次矫正 拧出独角寺 妖王说 你这贼猴又请谁来了 这悟空这会儿手里边不是没兵器吗 说老妖 这次你可死定了 说你看这是啥 妖王不知道 以为有什么宝物凑近一看 猴子 挥手一个大耳光子 打着妖王 原地转圈 眼冒惊醒了 说哎呀我操你吗 猴子打完掉头就跑 这独角寺呢 一手提枪 一手无脸上前就追 其实直到此刻 他还没反应过来 这猴子手里边到底拿的是啥 其实啥也没有啊 这一个大嘴巴子还没追上 一声 牛儿 啊 主公 老君掐绝念舟 芭蕉扇轻心挥动 妖王化身轻牛 那金刚镯穿过牛鼻 老君牵牛 驾踩云而去 西游群要综合战力排行 网提名 咱们下期继续 咱们下期继续